你有没有发现 通常我们要比较的资料其实很多 如果有十年 哇这线条是不是很多 所以最好是方便让别人 他想比哪两年 他就自己去比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这边缩小一点 我要将你在这边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要将你这一张图 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交叉分析筛选器把它搬到最右边 然后接下来我这里面呢 我希望人家是按照年来去点选 例如说这边有一个叫做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打勾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它不是做成那个核取方块 因为你要考量到 如果万一现在我们拿的是手机 你的主管拿的是手机 他可能不太好去划那么小一点点的移动 这个时候建议各位 应该把它改成核取方块 用点一下的方式 所以怎么改 这边麻烦请有一个叫做往下的这个三角形 点一下清单 你看到了什么 这边是不是订单日期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里面的内容改成什么 日期阶层 可以吗 那我们现在点点看2016在这边 那如果说他想要比2015这个时候 Ctrl就要按住 点他 好了 许先生 你有没有哪一天要请假 没有 好 那请问一下你看到什么 我刻意不告诉你数值 如果你要报告的话 你要报告什么 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第一个 同期比较要报告内容很多项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对 11月 为什么 比前一年 差的月份 会最先报告出来 可以吗 这样知道 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是哦 好 所以当你先用视觉化报告 视觉化报表来呈现的时候 记得要多加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让主管在那边点点看 对不对 说不定他不想要比2015年 他想要比 例如说他想要比2016跟2014 所以Ctrl键按住 然后点2014 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里面这个字可不可以变大 可以 所以我们稍微把这个 这张报表 这张报表 这张报表的格式 选取 首先在一般里面 一般不用改 这个选取控制项 首先我们加一个全选 好吧 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全选 就方便如果主管他真的想要同时看四条件 他多了一个全选 第二个请把这个单一选择选取关掉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选一下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的一点 因为我刚刚是用电脑操作 我有加按Ctrl键 可以选第二个 现在不用加按Ctrl键 因为你要考量到主管他可能拿到是平板 平板上面哪里有Ctrl键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单一选择把它关掉就好了 就是 就是他不使用单一选择 他就变成点一下是有 点一下是没有 例如说2014年点一下 他就跑出来 再点一下2014年就关掉 好 那还有这个字太小了 不好 要是要大一点点 你猜猜看 不是在一般也不是在选取控制项 那在哪里 标题是这个年项目 可以吗 其他都不是了 项目这边字稍微变大一点 是不是方便别人来去点 可以哦 因为你要考量到到时候他拿到是平板 在那边点来点去的时候 这个字一定要稍微放大一点 方便大家来去观看 好 会做 记得怎么做这个吗 然后自动的联动 联动没问题吧 请问你 以色尔能做到这件事吗 可以 他叫交叉分析筛选器 真的以色尔可以 他仅限做到这件事 交叉分析筛选器 所以他就把这个工具 就叫交叉分析筛选器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好 好 好